一度在市场相当火热的中国网络娱乐巨头乐视网 在创办人贾跃亭欠款出走美国之后开始走下坡 根据乐视网的公告显示 该公司其下金额10亿元人民币的债券 未能支付剩余本金连利息共8030万元 另外还有公司债务类型 包括融资借款、经营性负债以及非经营性负债 其中截至8月底即将到期的金融机构借款类债务 预计约18.43亿元 约占公司负债总额的9%以上 无漏偏逢连夜雨 香港经济日报也报导 这双银行已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要求依法冻结贾跃亭、乐视体育、乐视控股 以及厦门章鱼互动等 共2.06亿人民币银行存款 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的财产 乐视网一度风光无限 2015年5月 当时公司股价曾达到44.7元人民币 创下毫无前例的天价 但乐视网在上个月发布的公告却显示 乐视网在今年上半年亏损约11.05亿到11.1亿人民币 这可能导致公司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 暗示公司存有退市的风险 此外 乐视体系下的其他成员也渐渐出走 包括乐视智新改名为乐融智新 而改名为乐创文娱的乐视影业 其执行长也正着手清理跟乐视的财务问题 其他原本隶属于乐视生态的手机体育等领域 也都纷纷一组 昔日新产业的一颗明星 如今却沦为烫手山鱼 恐怕是谁都无法预料得到的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刘欣整理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